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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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大师 早晨 早晨啊 各位网友 早晨 早晨 又来到我们的RF 开始 埋葬了 真是晚中期待 热切期待 先说什么呢 就是昨天的 日圆 今天这期计算 当然啦 这期计算 待会再说 最重要的是 值日圆 是啊 要先说 日圆终于去到160 大师 怎样看啊 我们个个都可以做智者 没错 其实最重要的是 大家一起做智者 其实 我觉得又不是说太紧要的 因为你看 日圆去160 其实是不是表示 美元是特别强呢 絕不是 但当然都有升的 都有升的 但是起码这个位 相对于上次的顶 其实大约是107多 这样的时间 都还是没够力去上破的 嗯 人民币有远 什么 其他特别是区内的货币 都是偏远的 那这一下 那究竟是不是就是 美国 他之前特意将 日圆列入这个 货币操控的观察名单 嗯 跟着呢就 开始就 去做就着 承托着美汇指数 不要出现急跌呢 这个我觉得 仍然都是 我觉得 有机会 是在做这个动作 是一个 series这样做的 那当然了 你说 日圆这下急跌 会不会 争取大跌呢 那我又觉得 未必会 因为 其实 去到160 呢 可以说 已经是真的 日本的国民呢 就民不聊生的了 嗯 如果再 去 你 理论上呢 应该就是 翻天的了 就是 其实 日本就是翻天的了 所以 我就 不够 不是 那麽 那麽相信呢 就是说 再跌的空间很大 但是 当然了 你说 去到161 162 这些 基本功 也是 技术位 是可能就是 破一破160 多少少 跟着之后呢 或者 就会翻天的了 所以 现在 反而呢 就 留意着 不要说真的 那麽大安主义 大家就说 喂 因为 卷的日圆 就是日圆 就是日圆 破位 破位 跟着就 那通常破位 就是没有 没好结果的 反而要留意着 应该是 回头那一刻了 就是说 如果这一刻 无论去161 也好 162 也好 甚至乎165 也好 留意着 回头 下来 破160 的时间 那一刻就是 转转的时间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留意一下 一些 卵症呢 虽然这不是卵症 就是看现在 很多 很多卵症都出了一些 外汇的卵 买定 那些 日圆 call的卵 会不会好些呢 可以不可以 买定 又是 策略上 就是 他的 勢是 在冲上去的 就是 达拉英 是冲上去 日圆是 在冲上去 千万不要 重处 去 去拦他 这个 这个才是重要 但是呢 你说 这些位置 下定部分 那 预料 可能 就算有什么 医护牺牲 都不 不相大 没有大外 那你下定部分 我觉得 就可以 那 你譬如说 那些 有三个月 六个月到期的 日圆的call 那 应该是 达拉英的call 或者 说 先看 先看 譬如 我说 一会儿 牛熊挑戚伯 都可能有机会说 那 10256 日港 扣 就是这个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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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可以的 那 当然 这个时间 只不过是 好像 賊佬試沙波那样 试下试下 的 未是到重锤的 重锤 一定要 回头的日圆 跌穿160的时间 那才做的 嗯 那大家留意一下 那 等一下再说 我们先说回港股先 今天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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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那我们先说一下 港股先 今天期指 就结算了 现在就跌百多点 那又失手回去 一百零这些位 港股 这几天 你会发觉 早早段 或者夜期 就穿了万法 又失手万八 接着又一七九 一七八 这样 接着又 不觉不觉下 又会回上来的 真是很难靠 是啊 连续几天 都是的了 是啊 就是其中 发上发落 这个期结 那 所以呢 我经常都说 期指结算前 一个星期后 一个星期 基本的走势 不可以 作得准 或者 参考性 是较低的 因为有期指 转仓的活动 正在做 他是会 发上发落 但是波幅不大的 就是二三八点的 那 发上发落 那当然了 今天就期指结算的 下午会不会 走多一阵急的 而跌下去呢 还是 其实又不是 继续这样发上发落呢 那我暂时倾向于呢 就是 又是了 开低 跟着下午呢 就抬上去 嗯 当然如果下午不抬上去的话呢 就 可能就 打了去算 那但是 但是 这些位置 博呢 始终 不可以带住 或者这个时间 未是带住的时间 因为 摆 摆 摆态呢 未摆定的 这个态呢 还有明天 场外结算 是 那又是 又是呢 可能就是 今天跌就明天升 或者今天升 就明天跌 那如果要真正稳固呢 应该等到 下个礼拜 起码到 礼拜二 礼拜三呢 才是 好 确定 各方向 或者 做一个 中线的部署的 那 所以 现在 其实我建议 就是 不要轻举妄动的 嗯 因为 真的 这个几星期的时间 你 你 你胡说 反而 可能 左一把 右一把 嗯 那现在 恒生指数 现货都开了 都是 在 一百零以下的 那现在 都是跌 一百多点 那看看下午时间 甚至乎 未到下午 下午之前 应该又 就抽上去 也不仅 因为这些结算的 都是法上法下 所以大家 留意一下 好 那 有个问题 答一下 网友的问题 有个网友说 大师 妈妈 闯货三号煤气 九元 有哪一只 可以转哪一只 做PHA好呢 煤气股 第一 做PHA 应该就 不是 那么合适 做PHA 就是 你有煤气 你又 沽一只股票 是吧 那最主要 就是说 煤气的Beta值 是低的 Beta值低 就是跟指数的 相关性 没有那么大 还有 始终 我觉得 第一 煤气是公用股 第二 是收息股 那 现在 又是收息股的 低残的价位的时间 就是 你想想 就是说 去之前 收息股的时间 炒到上 十三四元 那些金盘 是不应该买的 因为 为什么 你只是收息股 没有增长前景的 所以十三四元 就不应该买的 但是 你又去到 现在 五个多 六元 那其实 最低呢 下去差不多 接近 五元边的 五个三毛多 之前 是的 那你其实 这些位置 是合理价 合理价的东西 就不应该沽的 也都是 应该是搜的 当然啦 你说搜到什么时候 才上就不知道了 但是如果你 肯定做 Pair trade的时间 很大机会 可能会错的 因为 港股 现在不是说 大力 抵探的时间 那你变成了 做Pair trade 你选择些 沽的股份 较为难 因为 如果你说 那个市况 真的是做底的 你选择的股份 它要么就不动 要么就夹死你 这样的时间 你做Pair trade 是不像实际的 那 那 我就 我觉得 就是说 你只可以有一个选择 就是 燃煤气慢 你会不会转 一只快一点的股份 嗯 嗯 但是当然了 这个呢 就一定有风险的 我都 不建议你 因为 在这个低位呢 沽了煤气 来转 其他股份 但是你说 拿10分1 拿10分1 来 就是转码 一些其他的 快一点的股份呢 我觉得 策略上就可以 转码上都可以 但是你说 如果 在这里 大手沽了去 接着买其他股份呢 这个我不建议的 那所以 你不如就 硬食 守住它 到这些位 其实 说真的 现在煤气 你能去哪里 如果 如果转的话 如果转去 941 好吗 转去941 你看一下 就是说 煤气几年前 就13元 现在就5个多 是 他9元有货 941 几年前就40元 现在就70多 嗯 那你说 是不是合理呢 你要转 是不是合理呢 是 就是 随时转一包就爆 是 就是 有时候 不要以为自己 可以很厉害 这样 中了那些 升得厉害 短期升得厉害 那些股份 如果是的话 就 就不会煤气这样 是不是 那还有 煤气 始终呢 我觉得 是有个价值的嘛 你跌到到价值位的时间 但是 只可以就是 等了 你如果 不幸好 有了 有了这只股票的 那你就只是等了 就是 正如 很多股份 我都 以往都叫大家等的 2018 那没理由低位 低位打的嘛 当然等了 12元 现在30多元 是不是 如果你12元走了 转马的 你有没有一只 可以找到 现在升了一倍多 嗯 嗯 但是如果你12元不走 现在就升了一倍多 嗯 当然 就是没到入市价了 同样地一样的 7008也是 都是的 低位 大哥 那些大仓就叫你打 收货 嗯 但是 你不是大仓嘛 你是灵活的散户嘛 当然是跟他死过了 是不是 嗯 7008现在都是 那些水平 那些水平 都是 那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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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千万不要 因为 错了而 亂去做 因为你要 你做的方法 不是 任何时间 都是这样做 任何时间 做啤车 任何时间 都做 做转马 不是的 是要 適应个时间 那个价位 还有 有一只 标的的股份 才可以做的 嗯 好 那 回答这个网友的问题 那就是 建议都是坐下 稳定点 坐下 你这些位置 坐下 没办法的 你大升的时间 但是 第一股一定不会是霉气的 你预了的 嗯 但是 你能不能掌握到大升的时间 如果掌握不了的话 倒不如 就不变应万变 起码一定稳定 不会再 不会再输下去很多 但是 将来一定会 升回上来的嘛 还有收息 始终也是一个因素嘛 是 好 那看回港股先 港股现在就跌200多点 这个现货 那再跌深一点 但是后市的大师 也是比较偏好 因为 7月呢 就会有三中全会 那我们会有 会有什么选股 有什么焦点 可以去 先看 还是留意 呢 其实呢 我看就是说 如果大方向 7月是好好的话 那基本上 选股那方面 不用犯了 第一 就是 大型科技股一定会上升 因为跟着指数 嗯 就是说 中概股呢 是 不是不行 但是中概股我就 而不去 升得多了 嗯 可能呢 反而呢 到到真的 如果市况 是大升的时间呢 那你焦点下回 那你焦点下回 那些大型的科技股的时间呢 中概股可能会调整一下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反而我觉得就 不要说太过在意 但当然啦 就是 你如果是短炒的 就应该是转马 但是如果你说中长线的中概股 其实 我又觉得 在这些股市場上 那些股市場上 或者说 那些股市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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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芯片股 其他的板塊 其實也可以分散一點點的投注 如果說芯片981回了幾天之後 現在好像都企定了 就是981 17.4回現在 17.4 我覺得17.4的位置 也是買來作中長線投資 當然短線我不敢說 也未必知道 說掌握得到 短線它又再升了 可能要在形態上做多一點點訊號 我們才可以掌握下次的短線升幅 但是以中長線的角度來算 又是到了可以買的位置 那看回981中心也叫做企韻 今天都是輕微跌兩毫多次的 那其他科技股呢? 因為今天沒有什麼網友問問題 跟你說生日法樂多 那看回 但是我覺得呢 但是我覺得呢 這個焦點呢 看圖呢 開始就 相當 相當 開始了 開始了 你看看 看看這個形勢上怎樣 如果今天破到144呢 就應該會走上去過8的 那當然啦 如果你說短炒的話呢 就用127作為指示位 這樣的時間呢 就是用10毫多次 就駁上去看看有沒有機會駁四條字 那短線是OK的 但短線呢 就不用想的 這次一定是OK的 但是短線呢 今天的形態上呢 只是 逐步逐步 走的 已經是第3日第4日的了 嗯 其實國內的AI呢 都不斷在發展著的 其實呢 在昨天 26日呢 上海呢 都 開了一個MWC 就是華為呢 都在一個 發佈呢 AI入網 開成計劃 就是有很多關於AI的新聞 都不斷在這裏出來的 尤其在國內 所以大家都可以密切期待一下 接下來呢 國內的AI發展呢 就 多麼厲害了 是啊 是啊 大家留意一下 好 咦 咦 我們有沒有時間 回答一下一些特別的問題 好 3690 有網友問 今天真是生日快樂多 是啊 多謝大家 我在這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的收縮 問題是什麽一些 很少啊 3690 OK 3690呢 其實是 代突破的架構 又是啦 如果 過世 就是說 過了期子計算 過了下個星期初 嗯 如果 如果 市是行星勢的話呢 呢 3690呢 應該這次呢 就上135的 哇 挺漂亮的啊 現在慢慢斜上的啊 是啊 他110元有貨 我覺得可以照看啦 那 你最多定一個防守位啦 真的如果 好不對勁的 105元就止洩啦 啊 但是我覺得就應該 未必會到的了 啊 那反而呢 上面呢 如果這次衝破 1.2.0呢 嗯 我想 衝上去應該是一三幾的啊 啊 當然還要看 就是說 那個整體大肆氣氛 那個大氣候 是會影響到他的走勢的啊 啊 那所以 如果大肆氣氛就的 真的 啊 站穩18000 上19000 再上19000的話呢 應該這次呢 就 會再高過上次的高位啦 啊 譬如說 130啊 或者135的 上次 129.2 剛剛130擋住了 看看這次有沒有機會 會挑戰前高啦 好啦 那 今天呢 節目時間來這裡就差不多啦 我們會先去去廣告 休息一會兒的 稍後回來呢 繼續有 大師 耀滕 還有 啊 唐哥呢 有這個牛熊 挑機把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是啦 我挑 我就會挑機 就是自己家啦 哈哈哈 好 我們現在去去廣告 接下回來再見 好 免責聲明 RECA Finance 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 而令各下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蓋不負責 同時 RECA Finance所提供之投資分析技巧 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 招攬 邀請 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身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募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CA Finance主持 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CA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A Finance立場 作詞・作詞・作曲・編輯